一位妈妈控诉送他五岁大的儿子到诊所来准备课程结束之后要接孩子回家了 但是呢来到这个早聊的地方要接孩子却找不到孩子 诊所调阅监视器发现孩子是自己开诊所的门走出去的 还拍下呢他一个人走过了双向六线道的马路到对面的公园去 让这位妈妈看了下出一身冷汗气得报警 期间诊所却是一度表示他们可以协助看管但并不是安清班 双方情绪激动因为五岁孩子在诊所治疗时人却消失了 监视器还拍下他一个人走过双向六线道马路 到了对面公园让妈妈吓出一身冷汗 17号下午王小姐带两个儿子到一间诊人治疗诊所 因为大儿子下午五点到六点要上一对三的早聊团体课程 课程期间王小姐先带小儿子回家安置 再回到诊所要参与最后五分钟的卫教时间 不过当时王小姐晚到到了诊所后 只看到诊疗他儿子的院长在与其他家长卫教中 大伙儿才惊觉孩子不见了 这时妈妈边找小孩边报警 院方调阅监视器发现王小姐五岁的大儿子 自己开诊所门出去 好在不到十分钟孩子自己走回诊所 但双方也衍生口角冲突 一直跟我讲我不是安清班 重点就是这一个小时本来就应该小朋友会在院内 他们归台也真的做得太高了 其实看不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跑出去 对此院方向家长道歉坦诚疏 在隔天也已加装门锁 现在要开门必须有工作人员操作 以为说他是跟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们在外面玩我们玩去 因为我们大厅其实是有那个教具 自己去检讨 门禁的安全上 其实我们是没有做到很很全面 尽管家长接受证所道歉 但心里的担忧 暂时还是挥之不去 这杨宗彦王秋明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